美国和韩国高层国防官员 6月16号星期一在首尔就作战指挥权移交 举行一连两天的会谈 讨论韩国能否按计划在2015年底 接管韩美联军作战指挥权 韩国曾经答应在2015年底接管这一指挥权 由于朝鲜不断向韩国发出军事威胁 首尔此前至少两次请求美军推迟移交指挥权 然而由于国家财政困境 导致国防经费不断缩减 美国一些政策决策人正寻求减轻国防负担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莱文 和其他一些国会领导人认为 在战争时期保卫韩国的主要责任在于韩国人自己 韩国有能力也应该接管自己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权 代表美国参与本次双边会谈的 副助理国防部长哈尔维 今年早些时候在参议院作声的时候承诺 五角大楼仍然致力于 在2015年底将指挥权移交韩国 但需要确保各项条件都得到满足 美国和大韩民国仍然致力于 做好必要的准备 以便根据2015战略联盟计划 所列出的时间表 也就是在2015年12月前 移交战时作战控制权 刚刚退役的前驻韩美军司令 瑟曼上将 6月11号在一次讨论会上说 韩国目前还没有能力接管 韩美联军作战指挥权 我个人认为 目前派驻在当地的美国指挥官 需要留下那里 直到大韩民国 掌握足够的指挥和控制能力 使他们能指挥和控制联军部队 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 研究员奥斯林 等安全问题专家们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 美韩联军作战指挥权的移交 很可能会再次延后 美国和韩国国防官员 已经约定在今年10月 美韩安保会上 正式宣布这项移交 是否会如期进行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